才刚刚新建完成的大雨地区 提防防汛工抵挡不了小犬台风 5号一早农民巡田却发现自己的农田 都被防汛工的水给淹过去了 而玉里正名代表吴新闻表示 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看到这次小犬台风 带来的雨量所造成农民的不便 请尽快来解决 光野过去汪洋一片就像是湖泊 不过这里可是大雨地区的稻田区 就因为这个防汛沟不足以承载 这一次小犬台风带来的雨量 就淹过附近的农田 吴新闻跟着农民走到农田 也认为这条防汛沟有问题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相关单位能够 在这个还没有完工之前 能够积极地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以目前的水沟的容量 并不足以容纳现在的小雨 那如果等到真的台风季节的时候 真的很大雨的时候 这个水沟一定都是一有道农田 那这个部分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 来帮我们农民做处理 才刚刚新建完成的大雨地区 提防防汛沟 在小犬台风来之前 地方人士农民就议论纷纷 甚至还找来民意代表来关心 不过小犬台风才刚登陆 雨量也不算大 但是5号一早 农民巡田却发现自己的农田 都被防汛沟的水给淹过去 防汛沟如果只承载 防汛道路的排水的话 那整个区域的排水要到哪里去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防汛沟 在改善的时候 能够兼顾到整个大雨地区 农田这附近 整片的降雨 的排水系统的问题 一并纳入考虑 不然的话 那整个防汛沟 将失去了这个排水的功能 玉立正名代表吴新闻说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看到这次小犬台风 带来的雨量所造成农民的不便 请尽快来解决 并且更要甚深评估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